我们在昨天讲的 昨天萝莉巴说了半天 讲的一个浮动布局 我感觉我讲得又开始有点乱了 有点多 昨天讲了这个浮动布局 对不对 我个人感觉这个浮动布局 是最简单的一个布局了 那所谓是什么 所谓是什么 指哪打哪的一个布局 我感觉啊 我们把那个笔记打开来看一下 好 这个浮动布局 对不对 顾名思义 好 我这个想加 我想加一句叫什么 算了吧 我加一句吧 个人感觉 个人感觉 这是最简单 且 最实用的 一个布局 真的 可以说是什么 可以说是 指哪 指哪打哪 知道 是不是 还要后来想着 加油这句 好吧 我们有点 说多了 我们来看今天这个 盒子布局 昨天那个很简单 对不对 然后今天盒子这个布局的话 可能 稍微要复杂一点点 那随便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这个 这个核子布局的话 我们 有两个方向 一个水平和垂直方向 它有点 类似于这个 这两个单词 这个是水平的意思 这个是垂直的意思 就是 PYQD里面的两个 一个水平布局 一个垂直布局 跟这个 但是在这个 就怎么 这个 QD里面 它把它合成一个叫 盒子布局了 在PYQD里面 它是分开的 直接用垂直 水平和垂直 两个布局来 来描述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怎么用的 首先我们来试着用代码吧 延续我们的传统 直接拷贝 box layout 这个box我是认识了 然后的话 稍微修改一下 嗯box box了 然后这边的话 也是改成box 好 这里改一下 这边要 也要改一下 好 然后就改一下 这个 文件吧 关闭 我们这个也烤一下吧 然后这边改一下 改成box box box 应该没错 我们运行一下就知道了 好 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 然后我们这边把这个改一下 我们再运行一下 应该现在 就会有东西了 大家看到没 现在这是我们用上一局的一个 不是上一局啊 就是打麻将去了 昨天 有点 好 啊 啊 这个叫什么 上一 上一集视频的时候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啊 在这一个 这个 这个box 布局里面 它会啊 变成这个样式 大家看一下 啊 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吧 首先我们还是把这个东西删掉啊 把这个删掉 把这个删掉 啊 把这个 这个先留一下吧 好我们先留一下 这个叫 改过来了 那我们还是 留两个吧 好吧 留两个 留两个 然后把这个这些删掉 8.1 8.2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效果啊 大家看一下 他这又有两个 我看我还设置了他的大小是不是 我把这些先屏蔽掉啊 不要这些了 不要这些了 啊 讲盒子布局 大家来看一下啊 嗯 合着布局 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个吧啊 一个个来看效果 啊 如果我们设置一个的话 他是默论填充整个 啊 整个这个画面对不对 啊 然后如果是我们 啊 两个 我们来看一下 他就会自动的把它啊 分割成两个位置 在水平的位置啊 刚刚我们讲了 跟大家提到了 他有一个水平和垂直的方向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 那个垂直的方向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 默论的设置 啊 当我们三个的时候 啊 当我们三个的时候啊 大家看一下 哎 这边 好 我们把改参名字 刚刚那个 啊 说尽错了啊 看一下 就变成三个了 而且他有什么特点 他是平均的 啊 对不对 啊 评分 啊 我这个 这个 这个老病有点 我自己好像要讲一下 加一个笔记 就是使用方法 嗯 可以使用 啊 好 不是这里 啊 将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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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就我就不加吧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啊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 就是 他会把啊 一个方向的 啊 一个方向的这个 尺寸吧 进行评分啊 你有几个他就平分成几个啊 这就是说当我们啊有一些很有规律的一些 比如我们开发一个项目对不对 我们这个东西很有啊 对齐方式很有规律对不对 啊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东西这个布局了就很方便 就不需要我们去设置一下他的 像浮动布局一样啊 去设置一下他的那个位置的属性 对不对 因为他就自动帮我们啊 布局好了 啊 就帮我们自动布局好了 啊 然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前面讲的一个 一个什么 他有一个垂直方向的 啊 这边讲了啊 这个核子布局的话可以使用这个属性啊 怎么读的 看一下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这个啊 这个属性来进行改变他的一个布局方向 那怎么用呢 我们就在这里 就是叫做 啊 叫做什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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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有一个讲了啊 这是一个默论的我们的默论的就是什么啊 就是这个水平布局也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试一下啊 好 好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啊 啊 默论布局方向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这个 还有一个这个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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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同样的也是等分 对不对 我把这里还是标记一下 盒子布局可以使用 而且会等分 等分 等分 该方向 改分 等分 就会等分该方向 好像有点不顺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 好吧 我就这样写吧 大家看的视频就应该可以理解了 好 那么就是这种了 然后我们还看下它的其他属性 它这个跟那个盒子 这叫什么浮动布局的话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属性 就是这两个东西 一个叫什么 一个pending 一个spare 就是spare的 哎呀好难受 不会读 真的是 spare 是个空间的意思 如果你同样的 我就感觉他 你学过前端 我又要讲了 你学过前端的话 就感觉这个 会很简单的 css里面的 或者就是html里面的一些知识 很像 就是pending spending expense 是吧 我怎么读的我也不知道了 很像 它这个是什么呢 pending它就是盒子 我打开一个网页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就 好麻烦 刚刚这个快捷键是这个f12刚被我按一下 就关掉了 很麻烦 好那我们接着来录这个东西啊 我看一下现在录到没有 好 好已经在录了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啊 嗯 给他看什么呢 就是这个盒子 看了没 大家看了没 在那个 c 就是我们的前端里面呢 是有这个模型的 对着这个看一下啊 它同样的也是一个 它是不是一个pending 对不对 啊 pending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 嗯 算了 我还是不拿这个讲吧 讲的到处大家有点晕了 是什么讲什么 对吧 这个pending的话 我给大家画个图啊 先讲一下 然后大家就理解了 pending的话 就是 我们把这个 我们的应用看的 最外面看的一个盒子 对不对 然后我们里面啊 假如现在是只有一个空间 好吧 不是三个空间 我们现在只有个空间 啊 就是这个空间 那 这外面这层红的 到里面这层红的啊 这两个框框之间 这个距离就叫一个pending 好吧 就是我们那个 副窗口和纸窗口之间的距离 那 那个又这个spen 叫什么 这个叫spensing 是吧 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spensing的 就是我们这个 啊 我们现在这里面是不是有 有两个 有三个空间 是不是 那它就是这 空间 空间以空间之间的距离 它就叫spensing 好吧 就是 这个样子 大家应该能理解啊 然后我这边文字的话 也跟大家有讲述 然后具体的情况 我们跟大家自己来看一下啊 因为这个pending的话 相对可能有一点复杂啊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还是有两个吧 我们先看一下它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啊 是这个样子是吧 好 那我们现在设置一个啊 设置一个设置一下它的pending 好不可以 我们设置一下它的pending啊 pending 啊 我们设置 就中文的了 啊 设置成什么呢 啊 设置成 10吧 好吧 我们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到没 它就出了一个 框框了 原先是没有的 比如我们现在再设置大一点 设置一个30 是不是更大了 是不是更大了啊 那就是它的一个pending 然后的话 这个pending有点特殊啊 它可以 它是 它可以设置成一个啊 一个列表 一个圆主啊 它可以几种方式的形式 第一种就是我们单独设一个 对不对 就是这一个方向了啊 一个产数就是pending嘛 也是我们这个可以把这个中国号去掉啊 这个去掉 一个刚刚是一个参数的形式 pending对不对 啊 是pending 设置 同时设置四个方向的边局啊 就是刚刚我们演示的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完整的一个 那么我们可以设置它四个方向的啊 单独设置 比如我们把这个 啊 这是 我们把它注视掉啊 我们把它啊 现在再设计 设置一个 然后把它设置四个方向的啊 能够设置成多少呢 啊 十吧 二十 三十 四十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效果 啊大家会发现什么吗 我是从左到右对不对 但是这边也有写了啊 left top 对不对 从左到右就是顺时针的一个方向 大家看一下 对比的看一下我们这个尺寸啊 它左边是10 是不是 右边是20 然后3040 它是不是感觉一个螺旋变大的感觉 是不是 这就是它四个方向的设定 按照我们的需求嘛 有一些情况是会这样的啊 然后到我们还设置什么呢 还可以设置啊 两个方向的 就是两个方向是会使命情况的啊 我们设置一个10 然后再设置一个什么 30 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到什么样子了吗 啊 就是左边 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 水平方向的是一样的间隔 垂直方向的是一样的间隔 是不是 这就是设置两个插出的情况 是这种效果 好 这边我也跟大家描述的很清楚了 用文字 啊 这个 啊 这边 四个形式 啊 两个参数的形式 然后再试一下啊 我这个还没试 可不可以像 啊 css里面单独直接自动写啊 我试一下 比如我们设一个pending left 可不可以这样啊 css可以里面是可以这样写的 我试一下啊 我还没试过啊 不可以 他不支持 他不支持这样 这样单独设置 把那个属性单独拿出来设置 在css 啊 css里面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效果 给他打开吧 啊 这是一个pending 啊 这是一个pending 然后我们再还来看一下 他是这个 啊 spensing是吧 啊 把这个做出表啊 啊 spensing的话 我们现在注意一下现在的情况是 他们两个空间之间是 间隔是没有的啊 他默认是零的啊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啊 试一下 它的 设一下啊 啊 pcing啊 是是设置一个 10吧 嗯 效果吗 我打出字了吗 哦s 少了个s 好 大家看到没有 他们两个的建议局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我们再设一个大一点的 设成100的话 或者我们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大家看得更 就是更明白一点 这个加个03 看到没 他们之间的 这就是这个spancing 是与空间之间 直空间之间的距离间隔 你把它比较成间隔就行了 把它分开对吧 然后这个pending的话是 空间 直空间和这个边框 就是想成边框的之间的距离 把这个也打开 我们现在看一下两个全部的效果 就是这样子了 好吧 是这样的 好 这边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我刚刚忘了讲 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 我先边讲边 那个就是把这边有个注意 我写在哪里呢 我先把这个代码先靠进进过来 这个 这个叫什么 python 我先把代码 代码靠过来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也关掉吧 这个也关掉吧 好 这个我先把代码靠过来 然后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个 补充一个东西 就是补充一个注意的地方 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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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我们要设置 空间的位置 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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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 方向的位置 无 无法 无法 改变 嗯 布局 布局 对应方向的位置 无法改变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啊 无法怎么理解 我跟大家讲一下 啊 哼 布局方向 布局方向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他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 这是 呃 这是 这是什么 水平对不对 水平方向 这是一个 垂直 啊 垂直 啊 那这个 我这里 讲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布局的方向 就是这个 指的这两个方向 啊 那 他前面这句 啊 无法改变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 用例子来讲啊 这边不好讲 我把这两个注释一下 啊 现在看一下 嗯 啊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是这个 啊 按钮到这边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 假设我们要 啊 要设置他的位置 是不是啊 我们要把它设置到这个位置来 啊 设置到这个 啊 这个 比如我们要把这个 呃 按钮我们设置到这个这个位置来 那可不可以呢 啊 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正常的是怎么设置呢 啊 就是我们用相对 啊 就是相对位置啊 用那个post pins 那么设置 啊 就是字典的形式 是不是 我们x 我们简单点啊 用xy啊 我们随便设置一个0.5吧 我们要他居中好吧 啊 y 啊 y 5 啊 我们让他居中 我们看一下效果 啊 啊 然后把这个去掉啊 啊 加到这个大家看不清楚效果 把这个也去掉 大家会发现是什么 感觉他没有达到我们的效果是不是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啊 他起 他不是没达到我们的效果 他是只达到了一半的效果 啊 什么叫达到一半的效果呢 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设置两个参数是不是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x方向 啊 到0.5 对不对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现在的布局是什么 是垂直方向是不是 就是这个方向的 然后 然后我们设置了y方向 理论上的话 他应该是在什么样子呢 理论上他应该是不是在这样布局 哎呀 这本显示不了 应该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啊 只显示到这四分之一的位置 是不是啊 但是他现在下面也显示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呃 现在的这个是垂直布局 对不对 这个垂直布局 所以他的垂直方向 他是自动把我们控制了 我们就制定不了 但是水平方向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控制了 啊能拎紧吗 啊能拎紧吗 那同样的我们换个方向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水平的方向 把布局换成水平方向 我们同样的用这个来运行一下 哦大家看到没 同样的我们在用水平方向的时候 他水平的方向就帮我们自动控制了 那垂直方向我们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有懂吗 所以到时候你大家在用那个盒子布局的时候 有时候你设置的一些参数 哎你会说发现你说啊 怎么我这个没有效果 而是不是哪里我错了 那其实啊 其实啊其实不是的啊 前面更忘了忘记跟大家讲 那加速 所以就是说他是会有一个失效 好吧 他会在他布局方向啊 他布局方向的那个方向是自动帮我们就控制了 啊就是填充他那个所有的位置 啊这边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 然后我这边也补充在这边了 我等一下后面要干 怎么描述更啊更贴切更好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个的话 刚刚由于我那个视频断断续续录断了 可能有好几节 我等一下还要去 编辑下这个视频 把它合成一个啊一个视频 有点麻烦 好吧那 那今天这个和盒子布局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好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接着讲其他的布其他的布局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